恶残疾人平时是怎样相处的呢? 因为我是出生时候被羊水腔到造成了脑缺氧 走路有点屈膝 我老婆是因为小时候发高烧 造成无法说话 走路也比我严重点 所以我们出行还是不太方便 需要相互照顾 每次我老婆上公交车 是很吃力的 我都是小心翼翼地扶着她上去的 生怕她摔跤啥 那样我心里老心疼了 确保她安阳无恙 特别是在怀孕期间 我老婆很少出门的 七八个月的时候 她的脚浮肿得很严重 大腿疼的时候无法站立 我都是哄着她 让她心情感到快乐点 以前我的脾气很暴躁 经常老是大吼大叫 自从和我老婆结婚之后 几乎是没有办过嘴 更别说吵架了 因为是她的温柔 慢慢地磨平了我的暴脾气 因此我们两个人相处得很和谐 几乎不曾红脸 只有我们的心在一起 就能创造出我们美好的未来